我们立足于新西兰放眼全世界 解读国内国际的大事件 深挖新闻背后的历史和内涵 传递不同角度 不同人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33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33南北线 南北都了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33南北线 我是宋玉璇 我是David 郑经纬 是的 当地时间的10月15号 前总统特朗普宣布即将要参选 2024年的总统大选 而且是要在海湖庄园前 发表了一整段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 据说是非常的激情四射的 对 是 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 指出了几点重要的内容 第一点就是为了让美国 再次走向辉煌和伟大 他正式宣布参选了 同时也从现在起 再到2024年也正式进入了他参选的步伐 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还有一点特朗普说美国的回归 从现在开始 特朗普宣布参选是11月15号 在美国当地时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就在10天前 我们都知道美国进行了中期选举 特朗普期待的红色浪潮并没有来 那德卫老师您觉得这个时候特朗普站出来说要进行选举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吗 肯定不是 那看得出来呢 他非常的急迫 因为原来的红色浪潮呢 完全没有看到 只看到红色泡沫 对他来讲呢 他感到非常的担心 尤其是他的可能潜在对手啊 一个一个都冒出来了 那对特朗普来讲呢 想截足先登 因为在美国选举啊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募款 非常的重要 上一届美国大选的时候 民主党跟共和党啊 他们总共花费是140亿美元 换句话讲 这个募款至少你要募的 大概有一个四五十亿吧 大概才有苗头啊 不然你就不要选了 所以特朗普呢 希望能够加快脚步先宣布 然后呢这个取得先机 然后就可以开始募款 那当然呢 在造势场合可以看得出来呢 在这整个金色宴会厅啊 这个下面来了一堆支持者 他的这个整个演讲 充满了激情 穿着他的制服啊 蓝西装红领带 似乎好像要让大家唤醒 他当年在白宫的那种声势 可是看得出来呢 两年没有在总统的位置上 似乎啊魅力未减 他的捐款来源是来自小额捐款 其中女性的比例又比男性啊还多 所以看得出来呢 当时六年前他是魅力十足啊 不过当年七十岁嘛对不对 可现在七十六岁 在这一次的募款当中啊 有几个大金主已经放话 说我们呢将来在这个2024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政治现金啊应该会支持你的对手啊 德商帝斯 所以看起来特朗普呢 这个募款呢 小额能不能募成功啊 也是他能不能参选的关键 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期选举呢 其实特朗普呢 在中期选举是风头尽险 因为呢他帮很多 他的这个候选人都有站台 但是事实上的结果呢 并不能如他的愿 当然事后的一些余波还在 比如说共和党内出现很多的声音 都似乎要弃特朗普而去 那同时呢 以前一直都比较支持的 特朗普的这个纽约邮报 也是大幅的刊登了 称特朗普是一个这个loser失败者 同时呢 还把特朗普有可能的竞争对手 德桑蒂斯 我们看到他叫这个Future叫德未来 大家觉得他可能会是美国的未来 虽然他带领的是这个是佛州 取得了胜利 但是未来在佛州作为一个非常大的摇摆州 也许将会改变美国的整个的选举的走向 那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就在大家宣布选举的当天 刚好拜登是在参加G20的峰会上 那拜登呢也发表了一个推特 那这个推特呢 主要就是列举了 说特朗普有哪些失败的选项 比如说在执政经济的经济呀 就业呀 医疗方面的政策呀 损害了妇女的权利呀 煽动骚乱呀 同时呢他写了一段话 他说特朗普辜负了美国 但是精彩的一点呢 是美国的民众呢 在下面给拜登的回复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如何回复的 我们看到你看下面就有很多民众评论 说在特朗普时期 我还买得起食物汽油和生活必需品 可是你拜登执政时期 我是买不起的 还有人替拜登这个名冤 他说我不认为人们目前的经济状况都是拜登造成的 似乎特朗普前任造成的后果是影响了拜登的执政 当然我们看到在他的评论区有很多这些都是在 有的是支持川普的有的是支持拜登的 但是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就是名声问题 那戴尔老师您怎么看待就是特朗普下面的这些评论 有这么多两极分化的观点所在 是这不奇怪 因为呢在六年前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特朗普这个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当时第一时间大家觉得希望很大啊 但是呢在两年前呢 败选特朗普输给拜登实际上也不多哈 那当然呢这个名义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还是有一些基本盘在那个地方 但是不能否认这个特朗普啊 这个疲劳症已经慢慢出现了啊 就像你刚刚讲这些媒体呢 实际上已经开始选边站 虽然是支持共和党 但不见得支持特朗普 那回头再来看到呢 民众也有一些变化 但整体来讲这个虽然下面有一些留言 但并不能代表选举的结果 真正的结果要哪一天呢 2024年的11月5号这个选举投票之后 大概结果才能分出谁胜谁分 所以现在呢那些留言呢 只能作为参考 但是整体来讲 特朗普这一次啊 尤其是在这个宣布当天 美国时间15号的晚上在美东啊 他宣布的时候给他感觉上啊 他好像这两年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啊 还是绕在那些老话题上 比如说他特别强调 他跟那些什么朝鲜啊 嗯什么这个啊 伊朗啊 俄罗斯啊 伊朗啊领导人关系都很好 然后又讲到国安 又讲到健保 讲来讲去 就跟他大家两年前听的好像都差不多 对不对 甚至呢他还暗示啊 在选举的时候啊 这个中国啊有介入在2020年 这个都看得出来啊 打中国牌都不稀奇了嘛 对不对 他又拿出来打 所以感觉到真的没有什么新意 但就要看后面 他能不能再变一点性化招 或者2024啊他还真危险 是我们看到其实大家对这次中期选举 很多人都说哎呀 共和党没有把中期选举这个红色浪潮出现 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归结到了特朗普的身上 可是我们看到呢 根据数据显示 其实特朗普他支持的这些地方的候选人 拿到这个当地的这个州长或者是这个州务卿的位置的也不少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治百科全书网站做的一个统计 那在这次本次的中期选举当中呢 特朗普是一共支持了254个人 那截止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他的成功率是82% 相比较前几年2018、2019、2020、2021年是最高的 那同时呢 但是特朗普在几个重要的州 其实他支持的州务卿并没有很好地拿到相应的位置 譬如说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以及明尼苏达州 还有内华达州 那这四位呢 其实都是当年特朗普的支持者 同时呢也是否认拜登2020年胜利的这四位人 他们直接呢 就丢掉了这四个州的州务卿的职位 那戴卫老师中期选举算是特朗普这个冲出这个应该是政治圈的 这个为了2024年选举的第一步 算是热身 您觉得他算输还是算是赢 应该理论上来讲 我倒认为他算赢啊 因为你要严格来讲啊 他除了2016年呢 胜选之后 他在任内的中期选举啊 他也输 对不对啊 他当时他也服选 在这个他的任内啊 中期选举输了 后来呢 在2020年 总统选举他也输 对不对 连输了两场之后呢 在这次中期选举 还有这样的成绩啊 你从某个角度来讲 他还不错 对不对 你在你不可能说 六年前的那种素人政治家的魅力 保持六年都不退烧 那是不可能的 他光是干了四年 美国人都骂翻了 对不对 很多人更不满意 共和党也失望 最后还有1月6号冲击国会 这些都是他的这个减分啊 所以这次来讲 我倒还认为说还不错啊 他就这样 到这时候还能够保了一些人啊 这个上磊 所以看得出来呢 整体来讲 我倒认为他的魅力 倒没有完全归零啊 但是是不是能够呢 对他2024年重返白宫 这个可能要还差一点点 是 但是我们看到民众对于特朗普的支持度 在中期选举之后 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 我们看到中期选举后的首轮民调 对特朗普来说也是比较残酷的 有一个这个偏保守党的叫做Club for Girls 他公布了一份民调的备忘录 他有显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 在多个州都领先于特朗普 尤其呢 是在共和党初选通常最开始的两个战场 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 我们看到德桑蒂斯分别是48%52% 而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后调到了37% 戴卫老师我们也看到现在新秀出来了 您觉得特朗普的优势 或者这位新秀的优势 能够双方怎么之间做一个优胜劣汰的 这样的展示呢 那当然在选举过程中 尤其选总统啊 大家选的可能是未来啊 这个人能不能代理国家 往前走啊 当然在西方选举的当中呢 个人的魅力很重要 比如说像欧巴马当年啊 听说他最厉害的就是演讲 他很会演讲 让所有的观众在情绪呢 可以提到最高点 当然呢 他的表现呢 能力啊 那个可能就不一定是那么好啊 所以相信之下呢 特朗普啊不要低估 他的这个魅力啊还是有 因为他演说 你看就虽然这个15号这场 他也是啊慷慨激昂啊 讲得头头是道 对不对 他居然说了很多数字啊 大家都傻眼 比如说 他说当时啊 阿富汗撤军 留下了800多亿的军事装备 但是美国国防部 当时公布的数字啊 好像是40多亿 他说呢 这个历来美国总统都没有收过中国的税 他的任内开始跟中国收钱了 收进口关税 怎么可能美国跟中国收关税 已经收200多年了 对不对 历史以来都在收税 怎么可能没有 但他说他的 那信的人会觉得说 对 这个人厉害 对不对 但你要去核对一下 全部都是想有点催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选举就这样 不管你今天有钱人没钱人 大家都是一票 不会因为你有钱你的票比较大 他穷 他的票比较小 所以这个选举啊 真的是太难讲 到今天或许就像2015年的时候 当时共和党党内提名 大家说呢 有八个人要参选代表共和党 谁最有希望 谁最没希望 最没希望的叫特朗普 结果呢 他代表共和党 所有的共和党人支持他 他就上来了 因为大家觉得那些 这些政治精英太乏味了 对不对 我们找一个生意人来掌管美国 这是希望 所以他2016年就代表共和党 就选上了 所以你说现在 特朗普是不是真的2024无望 我到此还有一点保留 因为要有努力空间 但是是不是绝对跟2024无缘 那倒未必 那倒未必 我们看到特朗普 其实确实是在2016年 算是创造了美国的一个奇迹 这个政治素人最不可能的一个人 当选了成为了美国那么大的一个大总统 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老人从政 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就有点反感的意思所在了 那接下去美国要想焕然一新个新面貌 新人会有机会能够出头吗 你回头看当年的克林顿欧巴马 他们当时在表态参选的时候 实际上真的是很年轻 然后资历也很浅 但是他们给所有的选民两个字 希望 未来的希望 因为大家想我们选的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嘛 对不对 可能四年也可能连任八年 那当然年轻往往是一个机会 但是年轻人有时候在这种整个政坛当中 要窜出头是很难的 很难的 但今年年轻的还不少 有表态的像德桑蒂斯 虽然还没有正式表态参选 但是看起来是大热门 甚至德桑蒂斯的朋友都说德桑蒂斯有一种愿望 说要替美国人民服务 你光听这句话是不是就有那个味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选举也很难讲 但是美国人选民 美国选民 对于年轻的有潜力的也不能低估 也可能成为他们最后投票给他的对象 是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新秀德桑蒂斯 到底为什么能够那么得明星呢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德桑蒂斯他今年才44岁这样的一个年纪 据说他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很优秀了 特别是在体育还有学习上特别厉害 所以他在学生时代就带领着青少年棒球队 打入了全国联赛 之后他又到耶鲁大学的历史系进行求学 随后又去了哈佛大学去攻读法学的博士 再之后就加入了美国海军当在美国海军毕业后 就是担任了海军军事法庭的检察官 也加入过海豹突击队 而且还曾经参与过伊拉克的参战 也被派往过最危险的前线 同时他在39岁的时候当选了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所以在很多美国人的描述的他的形象当中就觉得他文武双全 但是其实他也面临着一个共和党内的初选的问题 他的对手我们现在知道了有特朗普 那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党内有一部分人 那戴卫老师您觉得他能够争取到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的人 这部分的党内选标能在初选中获胜吗 好你刚刚有介绍他的学经历背景 那如果要挑女婿啊 这种女婿大概是100分啊 甚至120分啊 特朗普是挑爷爷吧 哈佛也给读了对不对 又是海豹突击队的队员呢 那就表示呢 他的这个有头脑有体格样样都有 但不要忘了选民事啊非常的简单 还要他他很帅 平常心讲哦 你觉得如果以他的这个face去好莱坞拍电影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可以对不对 那个身材那个相貌对不对啊 帅 所以这个选民啊 有时候在选候选人啊 长得帅不帅 有加分效果 对不对 可能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啊 就是现在的其实我们看到政坛上新秀不断 譬如说新西兰的总理 Jasina Arden是不是也是年轻人 那就希望啊 英国苏纳克 再看加拿大特鲁多都是年轻的面容 所以会不会美国境内也会有一种心态说 哎呀 我们的总统什么时候也有一个年轻的形象担当出现 有可能啊 你看礼拜二那天晚上特朗普怎么说 说我恭喜各位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在国际会议上会睡觉打瞌睡的总统啊 对不对 就因为他的软弱让我们被他欺负 这个选民有的真会听进去哦 说如果我们找一个年轻力壮 是不是呢 第一不要打瞌睡嘛 走路不摔跤嘛 对不对 不要人家服嘛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感觉出去呢 有面子一点 有可能有的选民就那么想 他真的会这样想 因为葛藏帝斯 第一我刚刚讲学经历完整 对不对 年纪轻啊 这全部是加分的哈 人又帅啊 更重要呢 他在这一次选举当中 在佛里达州这次州长选举 两年哦 两年前他赢他的对手是那个一点点而已啊 对 这次赢多少 19% 在所有美国州长选举当中啊 都没有破10啊 他是赢了19 换句话讲 佛里达州啊 是一个摇摆州 是在历届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的30张选举人票 往往是决定啊 谁当总统的关键 因为德州跟加州是两个大票仓 对 那一个民主党 一个共和党 就已经都分了 那佛里达的这30票 那很关键啊 因为有的州可能5票8票 那导向谁影响不大 但30票如果赢者通吃全拿 那是就赢了 对不对 可能就赢了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很多选民就会觉得说 这个厉害在哪呢 因为这一次我们也知道 佛里达州啊 他的选民当中 有很多是属于西语系 拉丁一选民 那简单讲 这些人大分从古巴 过来的很多 还有墨西哥的 他们对于过去是民主党啊 比较支持 两年前拜登选举的时候 在佛里达 他赢了 因为这些拉丁一啊 支持民主党 是 可是这一次呢 居然支持共和党的州长 就代表这两年德昌帝斯啊 把所有的拉丁一社区搞定了 因为他做法是这样啊 居然讲这是疫情 所有的规定 要打疫苗 戴口罩 对不对 不然不得 怎么样怎么样 但他当州长 他说 我尊重 我佛罗里达州居民的个人权益 要不要打针 戴不戴口罩 你自己决定 随便你 对不对 佛罗里达在整个美国这次新冠疫情 死亡率很高 但大家觉得说 那个州长尊重我人权啊 对不对 反正我自己负责 所以也没有因为死亡率高 大家怪罪州长 反而觉得说 州长给了我做人的权利啊 支持他 所以你就看德昌帝斯啊 他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影响力啊 将来在整个过程中呢 都是加分 虽然我们刚刚看的是表面啊 对不对 什么学经历啊 长得帅啊 他老婆坦白讲也漂亮 也可以去好莱坞啊 他们夫妻两个要知道好莱坞啊 也那个什么007啊 跟那个庞德女郎啊 两个都可以称职 而且但是他们家小孩子 你看家庭美满幸福 出来都抱着小孩 哇 那个完全是典型的那种 妇女票都吃定了啦 所以我觉得德昌帝斯啊 人家在佛罗里达的魅力啊 那真的是 现在看起来全部都是加分 那还没看减分啊 但你也知道选举到最后都出阴招嘛 是我们看到特朗普 其实也不是吃素的 因为他知道德昌帝斯 被他票高之后 他就已经在攻击德昌帝斯了 比如说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德昌帝斯 他老婆不知道的事情 我都知道 他绝对不可能赢得最后的选举 您觉得以特朗普的性格 因为他在之前选举的时候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就已经攻击了十几位 和他竞争者的同党派人士 那这次2024年选举 他会不会还是使用相同的招数 选举这个从历史来讲 这几百年来的选举 选到最后呢 抹黑 爬粪 那个是非常的正常 就像当时呢 这个希拉里克林顿 要参选的时候 很多人说呢 他在经营一个恋童癖的餐厅 俱乐部什么什么 结果呢 查证到后来查证是没了 还有人甚至冲到那个 一个什么洗衣店 要去救小孩子 那完全是虚构的 就像这次佩洛西老公 在家里被打 甚至呢 现在外面都有很多传言了 说什么他遭记遭难记 这个完全是抹黑 因为有的事情在选举 那个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爆料被爆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要是你不能漂白 那到最后你就是背锅 你看这次在加州菊郡 有这个45选区 有一个华裔候选人 跟一个韩裔候选人 结果这怎么样呢 就因为他孔子学院 他说他就是跟中国有关系 最后就没选上 对不对 所以你就说抹黑抹红 在这个时代 是选举上的烂招 但是还蛮好用的 那当然德桑蒂斯 最后会不会被人家 什么爆料啊抹黑啊 那也有可能 但是就看选民啊 能不能睁大眼睛 是我们看到其实德桑蒂斯 在15号的时候 专门是举办了一个 这个记者招待会 那每日邮报和CNN 都有去做报道 他是这样回复的 首先他说了一点 就是他现在呢 从政担任这个佛州的州长以来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当你做什么事情 取得了一点成绩之后 一定会招来攻击 那他自己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第二他有说肯定自己的成果 他说他很重视自己的成果 那外界呢 也可以根据他做的这些事情 去评估不同的政治人物的表现 那证明他的心态还是蛮好的 那他说了第三点 第三点呢 记者就有问说特朗普 你和特朗普之间是不是存在有分歧呀 那他也正面的回应了 他说呢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的确红色浪潮没有来 当然这一点也令不少人失望 那在党内呢 原本预期说希望可以达到的红色浪潮没有出现 当然也有人说是特朗普的原因 那同时呢 他也考虑到说现任的总统拜登 其实令很多民众失望不少 那共和党呢 没有在这次机会中产生红色浪潮 他自己也表示稍有些许失落 那最后他表示利点 他说佛州的选举结果呀 不但证明他个人的胜利 将来也会给整个的这个政治环境 带来一个新的方向的变化 那戴卫老师 我当时看到他这个讲了这么一段话之后 首先我觉得说 他好的一点是没有正面的攻击特朗普 毕竟特朗普是对他形成正面攻击的 他也维护了共和党整个党内的团结 但是他也说了说拜登 拜登在任内表现不好 但是共和党呢 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没有产生红色浪潮 您觉得像他的这番言论 是他的加分项还是 加分 加分项 为什么呢 因为理论上来讲 这个特朗普的15号急急忙忙 在这个投票 这个一周之后就赶着宣布 实际上有些人说呢 他抢得先机 因为他宣布了之后呢 他的募款行动就给启动了 开始要募款了 这个民政言顺 因为我要参选 当然呢 德昌帝斯是不是失去了先机 我倒觉得未必 他是以静自动 因为在战术上来说呢 既然你不能抢先机 你不如就静观其变 他这番谈话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激情 不像那个你看拜登 反应还蛮强烈 然后呢立刻回击说 特朗普任内都没做事 怎么样怎么样 德昌帝斯反而低调 这个对很多选民来讲 会觉得这个人风度不错 但另外来讲 对德昌帝斯来说呢 他多一点来看看 特朗普出什么招 你会出什么东西 等到我要开始参选的时候 我可以发现 你的弱点在哪里 然后呢 我开始进行正面攻击 所以德昌帝斯啊 你看他后面最后那一句话 对不对 要勾勒出一个未来的 新的政治生态那种味道 所以他现在的高度 已经不是州长哦 他是共和党的 未来的那个高度哦 对不对 带领大家走向我们未来的 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 但是他还没提出什么 像那个slogan啊 还没讲什么重返啊 什么我们再次强大 他都没讲 因为不急吧 这个2024还要党内要厮杀一段 但一定会有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好 可能在评估 特朗普的威力有多少 还有他的募款他自己 因为他这是选州长 他的这个竞选经费啊 他募了两亿花了一亿 还有一亿 但这一个亿跟选总统来讲 差很远的 差很远的 最少他要募到35亿 最起码他还需要34亿 所以两年他要募到34亿 绝对的这个金主要是没钱来 因为最大的金主啊 共和党是在华尔街啊 还有这个好莱坞啊 这两头啊 好莱坞这边还有硅谷啊 是两股最大的金主来源 但是呢 小额捐款现在也慢慢就流行了啊 那当然看看这个未来的趋势怎么样 德章蒂斯能不能得到啊这种 比如说大金主啦 还有小额捐款 有钱才真的能够选举啊 但是我觉得这次讲的还算是加分 加算是加分享 对对但是特朗普呢 除了这个德桑蒂斯 他的左右手也有表明说想要参选 2024年这个总统的职位 一个是彭斯 一个是彭佩奥 那彭斯表示说虽然我还没决定 但是我要和家人去考虑一下 也会对2024年他没有否认 他说美国的未来将会有比特朗普 更好的选择 您觉得如果说是 这个特朗普的左右手参选 您觉得特朗普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坏事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三个人呢 以前呢共事过 一个是组织 两个是左右手 对不对 好那当然呢 在任的四年当中呢 他们做过什么事 大家都心知肚明 好那以前是这个组织跟这个仆人嘛 大家两个这样啊 那现在是竞争关系 那怎么样一定爆料 那个彭斯一定说特朗普怎么样 特朗普一定骂蓬佩奥怎么样 蓬佩奥又说谁怎么样 反正大家都爬粪 三个人最后啊 结果三个和尚没水喝 就那个味道 这一批政治精英啊 最后啊就全部咬成一团 反而得伤帝斯啊 他反而得利 你看如果那两个下去选 在党内啊 我们先讲在党内争取提名 是 这三个人呢就咬成一团 绝对是呢互相减分 只有得伤帝斯啊 大概能逃过一劫 反而呢愚翁得利 所以你看他的参选啊 搞不好真的是给得伤帝斯啊 来助阵的 来铺路的 绿棒相争愚翁得利 是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特朗普呢 特朗普一直以来呢 都是官司缠身 譬如说你看纽约州的金融欺诈案 曼哈顿刑事案件 国会暴乱的调查 他身上有这样六项的刑事调查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说 特朗普这次宣布参选 是不是能够逃脱他的这种刑事司法的调查 可以吗在美国的整合法律当中 当然他很高兴啊 因为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呢 共和党拿下了众议院 那拿下众议院之后呢 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把1月6号调查委员会解散 因为这个对共和党来讲是减分 因为可能最后矛头指向呢 不管是特朗普或是谁 对共和党都不好 是 但是如果特朗普呢 他现在有如意算盘 1月6号委员会能逃过 但是FBI调查他那个 带这个机密文件回家的事 是 他如果他想 如果他当了总统 这个调查一定要暂停嘛 对不对 因为理论上在美国的法律是这样 总统任内 如果你触犯民法 理论上呢 这个通通搁着 不能碰 因为民事嘛 民事纠纷放了那 但如果刑事纠纷 比如叛国 杀人 那个当然要处理 那可是呢 现阶段来讲 这个已经有检察官了 说 关于特朗普参选这件事情呢 很好 但是关于他的刑事调查 我们不会停止 我们会继续进行 因为理论上来讲 这个刑事调查启动 是在他宣布参选之前 而且宣布参选 并不代表你当选了 参选跟当选总统 那个差异很大 虽然一字之差 但实质意义在法律上不一样 所以特朗普希望说 借着参选能够逃过司法 这个等于算起诉啊 或怎么样 我觉得不太可能 没有那么简单 除非他真的当选 他也不能特赦自己吧 那共和党我们看到 有这个蓬佩奥彭斯都想参选 但是他们对中国都还是很强硬的态度的之前 那如果是共和党当选 您觉得会和这个拜登的这个政府的对中政策会有改变 会有变化吗 会有一些改变啊 当然现在目前民主党走的是包围战略啊 完全要心冷战思维啊 拉盟友把中国呢给推到对立面 但共和党上台之后呢 大家还要看是什么人当选啊 如果特朗普当选 大概还是回到贸易战的这种战略啊 斗而不破 因为他生意人 生意人最高境界就是 这个不管这个赚钱赔钱 东西卖掉是关键 对不对 最重要就是要卖掉 那但是德桑蒂斯如果当选 未来的美国总统 那可能产生的情况呢 又不一定了 因为德桑蒂斯毕竟年轻 他看的是一个更长远 美国要发展的道路 中国的崛起 他也清楚 这个是已经不可逆了 所以呢德桑蒂斯上来呢 还有可能很多变数 不会走那种 就是这些老套的 我觉得应该 他会有一种新的对华战略 所以呢还是值得期待 好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 已经是宣布2024年即将要参选了 但是这两年呢 他想必也不太好走 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当天在宣布参选的时候 他的妻子梅拉尼亚 还有他的大女儿伊万卡都不在身边 那据说呢 这两位是说想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家庭上 并不贪恋在白宫的生活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啊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在2024年去掌管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权力大位 事实上呢 他们对中国来说都是有着这个对立的形式在的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不论是谁当选 只要自己做好自己 蹲好马步 其他的其实都不需要太在意的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也感谢戴卫老师的精彩点评 谢谢